美国联储局最快9月就会开始减息 意味着高存款息周期即将成为过去 简直是食息一组的恶梦 不过今个月仍然有银行逆史推出高于6厘的优惠 事实上各大银行的定期存款息率的确是逐步下调 又或者高息优惠的门栏都比较高一些 有观众想及早锁定高息率 有机会会考虑高息的短期储蓄保险产品 所以今次我除了为大家征算出7月最高息港元定存计划之外 还会和大家讨论一下究竟现在做定期存款好一些 还是短期储蓄保险更加吸引 当然还有要留意的细节 看下去之前记住放下你的赞好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支持我们继续更新 我们先看看四大行的息率走势 汇丰三个月定期息口仍然贯着发抄行 因为却月理财专上全新客户 三个月定期达到4.3厘的优惠再度延续 记得这个优惠要透过分行或电话理财开立 其他门栏和开立条件可以重温5月定存冷人包 至于原有各类型客户网上开立三个月定存 就保持在3.6厘至3.3厘 中银香港和渣打银行 未有在三个月全期推出新的高息优惠 不过中银最新将存款优惠按理财户口分类 只有私人财富和中银理财的客户 才可以在三个月3.5厘 其他客户就只向右3.3厘 而渣打银行小见地将12个月息率 由3.1厘加到3.3厘 不过与其他小型一些的银行比较 息率仍然很吸引 恒生银行再推出三个月四厘年利率 与上个月一样只适用于收到讯息的特选客户 比一般客户的3.6厘高出了0.4厘 上述4家银行所提及的优惠门槛不变 只需要存入1万港元新资金 和透过网上理财开立就可以了 花旗银行今个月继续吸引客户开立高端理财户口 上个月优惠也延续 开立全新私人客户业务户口 以最少5万的新资金做三个月港元定存 可以享有4.5厘 而开立CityGo户口三个月就享4.4厘 补充一下 上述高息要同时做到两个条件 第一 同时申请综合财富本利服务 第二 达到合资格投资或者保险欠存78,000元 如果只是做到第一点 定存优惠就要减少两厘 即是分别是4.3厘和4.2厘 等了很久的6厘式以上优惠回来了 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健康亚洲新客优惠 三个月式加到6.08厘 是全城最高息 玩法和之前大致相同 成为全新贵宾利财客户 五个工作天内存入100万的新资金开立 本金上限可以达到5000万元 不过就只有首10%的新资金可以享有6.08厘 其余90%的新资金的年利率就要跟排价浮动 最新做4.2厘 以100万本金为例 当中的10万元可以收息大约1520元 其余90万就可以收息9450元 合共就会赚11000元 如果放完5000万元就可以速赚大约50万元的利息了 另一个三个月六厘之选仍然是工人亚洲的新客优惠 详情请看5月的定存冷人包 上集提及的富邦银行三个月息率已下调到4厘 而大众银行就跌至3.8厘 短存期比较高息 门栏又不高的选择最新又滑翘银行 而且是没有指定全新客户才可以做的 当中80天港元定存利率最高达到4.25厘 只要云富理财客户经银行分行以新资金10万元或以上做80天定期 就可以赚大约900元息 至于三个月和六个月全期分别享有4.2厘和4厘 总括7月份的高息定存计划 除了各边银行有推出新优惠之外 整体银行的短期息口都有下调的趋势 不过大家仍然可以赶踏两间银行的六厘息尾班车 但就要新客户才可以享有优惠了 可以考虑汇丰三个月息率4.3厘和花旗银行4.5厘的计划 中小型银行当中 华侨银行加入了4厘战团 短至80天全期都有4.25厘 而且门栏亦相对较低 旧资金之选便可考虑富邦银行 三个月息口仍然守住4厘 大家都看到了 就连三个月全期都不再容易吃到5厘以上的利息 所以短期储蓄保险又再列入食息一组的watching list 原因是现在市场上有不少保单期满的年度化保证回报率超过4厘 个别甚至可以达到5厘的产品 用高保证利率可以锁定未来3至5年的回报 听起来就好像很吸引 但事实又是否这样呢? 但是说起短期储蓄保险始终我不太熟 所以今天请了个专家 可以给我们解释下里面的一些资讯 或者是魔鬼细节 究竟应不应该现在去做一个短期储蓄保险呢? 你刚刚就问到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你可以想像其实它是非常接近定存的 只不过它的年期会比较长些 最常见我们有个Term 叫2Pay 5的短期储蓄保险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供款年期是两年 例如你第一年给10000元 第二年给10000元 那你供它两年 但你要等到5年期满之后 其实你才拿回年本带来 拿到去承计你的息 但它的好处就是它是保证的 就是有一个长的年期 锁定到一个漂亮的率 好像没有任何不好的地方 如果我有够钱的话 但很视乎你自己的投资方法是如何 因为你想想如果你有5年那笔钱是不能动的 那你自己是不是舒服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因为如果你中间真的有急事 第二年第三年要拿的时候 其实它和定存有个位是不同的 就是定存你拿回到那个本 或者你不要那些息了 或者输少少几百元手作费 你其实整个本拿回到 但是短期储蓄保险 如果你假设中间你退步 其实你预计了可能有十几二% 你会没有了 那本金当然你的息就一定没有了 那你就自己是否承担到这个风险 我刚刚说过二抵五 就是你供两年 接着五年年本带来拿 但有一种做法就是 就是说他们有时候会叫你批费 即是可能你第一天 就一炮给了那两年的钱 其实它又会计算一个抵抗率给你 即是就跟回利率 那你就会比起你供两年 就可能会便宜一点 那这种做法都会常见的 什么人做定期存款会比较适合呢 又什么人做短期储蓄保险又比较适合呢 我觉得就很似乎你想不想落到那个率 因为你做定存你其实就是想贪稳 但是如果你可能这个率 我真的觉得一定会减息的了 那这一刻也没人知道了 那如果你一定会减息的了 那你其实想锁住一个高少少的息 可能现在短期储蓄保险 还在四厘四厘半都可能找到的 那你想锁五厘 那你就适合做一个短期储蓄保险 那也都很稳定的 因为保险公司不倒闭 基本上你都很没事的 那笔钱这样 听说是否有什么中薪那些 那就是更正 我可以放下去 我就完全不用看了 那你刚刚说的短期储蓄保险 就是其中一类 另一种最多A总会买 或者最多人会买 就叫中薪保险 这个就要很小心 因为短期储蓄保险 就保险的 但是你刚刚说中薪 大部分买的那些 其实很大部分 就是一些叫非保证的回报 那所以你为什么 你经常有时看东张西网 或者看forum 或者骗人 其实就是有机会 是说这些中薪的保险 因为很大部分的return 其实是保险的 就很视乎保险公司的投资策略 也很视乎市场好不好 最终就未必做到 他答应你的预期回报 当然他也有保证回报 但是保证回报 是非常之少的 你当只是一个break even 保证到一个本 有没有upside 那些很多时候是不保险的 这个大家要留意 那为什么市面上还会 就是银行 或者是保险公司 还会推这个东西 你问我最大的原因 当然是comission 因为我一开始 讲短期储蓄保险 行家都知道 都不是什么秘密 其实是非常之低用的 但我刚刚讲那些中薪 最短的工款年期 可能是5年 长期是工25年 而且一拿 你就拿二三十年 那些comission 就是行内最高 所以大部份agent 都会sell那种保险产品 因为我可能share多个data study了各大保险公司 那些叫做做不做到 到不到数 其实他研究了之后 发现超过六成 其实是做不到 那个预期回报的 而且差起来会是怎样呢 就得14% 什么意思 就是他答应了给100元 最差的情况 他派得14元给你 你就见到其实 落差可以很大 其实做短期储蓄保险 有没有什么魔鬼细节 或者是有什么要留意 我想第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就是 刚刚说的短期储蓄保险 他有保险两个字 但里面是接近 是完全没有保障成分的 因为假设你死了之后 其实你只是拿回本金和利息 然后他叫因素 可能给你多5% 他并不会做到 有100万人受保押 是没有的 其实你问我他真名 应该是短期储蓄计划 会适合些 那第二个魔鬼细节 你一定是要看early surrender 那件事 即是你提早退保 就会有一个cost 你要给 短期储蓄保险 可能就是10-20% 终身那边 就再严重一点 如果你的公款年期 说10年 你说我第5年要拿回钱 你随时输一半走 是不奇怪的 所以你真的要很确定自己 在那段时间 例如我笔钱是接近不会移动 那你才能得到那些Return 很多人会太想着赚钱 但其实我们有个口号 就叫做先保障后理财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理财的东西 其实你赚多就赚少 这是多与少的问题 但如果你没有做好保障 其实有时是生同死的问题 因为你没有钱医病 或者爸爸过了身 小朋友怎么办呢 那些情况 终身那些 就真的有个保障成分 可能你一买就有个100万的保额 在那里 但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终身保障是很贵的 可能很多时候 你买的保额都是不够 那为什么我们就会 推荐一些人 你还有一个第三个选择 叫定期的保障 他就不是投资来的 真的纯粹就是买一些保障 譬如在家里计算过 可能真的要400万才行 如果过了身 小朋友的时候 十年要大 那你就要top up一些 我们叫定期的保障 上网买到的那些 再次提醒大家 无论是定期存款 还是储蓄保险 每个计划都有特定的要求 记得看清楚条款细质 或者向银行问清楚 才做决定 资讯栏 会有持续更新的文字版 点击去连结 就可以看到更多 定存优惠的资讯 谢谢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